足球报消息 足协将启动规划球员刘洋行动 对于一些愿意为中国队效力的规划球员 送他们刘洋的同时给予补贴 显然这是在广州队无法承担规划球员薪水 其他球队无力接盘的情况下 中国足协最好的选择 谁会成为足协刘洋名单中的第一人 首先排除高拉特 此前因为他曾经租借八甲球队 导致在中国效力的时间不够 虽然换了国籍 但无法完成汇集转换 再次回到巴西 他基本失去了为中国队效力的机会 足协也不会考虑他 艾克森作为首名为国足登场的 飞雪园规划球员 足协对他还是非常看重 日前他与八甲球队哈尔雷拉斯传出绯闻 而本届是预赛 他为国足打尽四球 算上热身赛则有十球入账 所以他应该会在足协的规划流洋名单上 洛伯夫机场式预赛表现出彩 态度也非常好 从他几次采访可以看出 洛伯夫本人非常希望能留在中国效力 而他要回到巴西 肯定不像高拉特 艾克森那样立马就能找到合适的东京 所以若有球队 能送上让他满意的心事 洛伯夫本人应该是愿意留在中国 另外 像费南多 蒋光泰这样相对年轻的规划球员 足协应该是非常希望他们流洋的 一来能在外面得到更好的锻炼 二来还能继续为国族效力 尤其是费南多 他还没有为国族出场过 这么放走太可惜了 至于李可 在国安倾心的情况下 刘洋也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 问题也是存在的 如果足协补贴不到位 这些球员极有可能出现逃避征兆 甚至一去不复返的情况